欢迎收看金曲龙虎榜 江玉恒老歌新唱专辑每一个晚上 继续要为您揭晓本周国语歌曲批评榜 第十名到第六名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赶紧来看看 本周第十名小虎队的专辑红蜻蜓 三只小老虎最近也很难得出现 不知道目前是否他们忙于工作忙于功课呢 希望在暑假他们会有更多的表现 本周第九名高声美专辑六个梦 电视剧唱片加上书籍的结合 三者都有很好的成绩 算是空前的成功 第八名凌云的专辑我不懂爱情 在这个星期速度飞快进步的凌云 进步到第八名 凌云在校园巡回演唱会 非常频繁也深受歌星门 以及同行的喜爱 本周第七名曾淑琴的专辑客途秋恨 在这张唱片里曾淑琴的好友王鼎特别跨道 以高唱的嗓音 露显曾淑琴质朴的表现 第六名英正瑶的专辑 生命是一首澎湃的歌 一向正式打扮的英正瑶 最近穿起牛仔裤了 让人感觉到生命有的时候 也是可以轻松充满活力的 刚才是为您介绍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部分 中间有好几位都是歌坛唱将型的歌手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 能够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各位朋友 现在要进展到我们这个星期 最精彩也是最紧张的一段了 那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的 第五名到第一名 究竟是哪五张专辑唱片呢 我们赶紧来看看 城市少女的专辑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是这周第五名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即将展开全省巡回演唱的 曾少女 希望这一次为他们长达五年的合作 画上一个优美的句点 第四名 黄西茂的专辑 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我只在乎你的感受 这是黄西茂另一首抒情歌曲 希望大家能够多听听 本周第三名 拍美成的专辑 你就是我唯一的爱 拍美成是榜上的常客 这次依然是走固定的路线 做适当的发挥跟表现 本周第二名 政治化专辑 单身逃亡 政治化的每一首歌曲背后 都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格外能够打动人心 本周第一名 我们再度恭喜刘征 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蝉联了两周的冠军 刘征这次演唱自己的创作歌曲 另外有一首老兵卖兵 也表现了年轻人 对于社会对国家的关爱之情 他希望能够借着歌声 抒发更多年轻朋友的感觉 我们也恭喜他 以上就是本周 《贵一个之牌宝》第五名 到第一名 恭喜他们这几位 也希望观众朋友 能够继续给予他们鼓励 观众朋友继续要为您揭晓 本周闽南语歌曲的排行榜 在这个星期 我们依然还是接到 很多观众朋友来信询问说 为什么闽南语 每次只接到前五名呢 实在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同时闽南语的出片量 毕竟是比国语 还是少了很多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盼 在我们有心的鼓励之下 好的闽南语歌曲 好的专辑 能够继续源源不断地出现 大家也继续给予他们鼓励 好不好 好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本周闽南语的专辑 说哪些新歌 进入挑战歌曲的范围呢 第一张李小菲的专辑 真的李小菲是 真的李小菲是 真的李小菲的专辑 海燕和唱台的专辑 逍遥自在 鱼龙华的专辑 再度入榜 我哪是地 林翠平的专辑 以上这几张专辑呢 很多朋友会觉得很奇怪 上这个鱼龙华的专辑 不是已经在排行榜上 拥有过相当好的成绩吗 但是呢 他也被打入 我们这个排行榜之外了 但是再度进来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 给予他一些鼓励的 怎么特别提出来 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多多去欣赏 好 现在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本周闽南语专辑 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 本周第五名 这是再度入榜 但一龙的专辑 爱的空意 陈一郎最近大量曝光 使得朋友们再度的关心 这张专辑 本周第四名 黄以玲的专辑 黄以玲的歌迷 非常的稳固 对名次成绩变化 并不是很大 本周第三名 罗石峰的专辑 男儿本色 罗石峰最近据说呢 他在准备 国语歌曲专辑了 他是一位国语歌曲 米南语歌曲的 相当有市场的男歌姓 第三名 对不起 本周第二名了 这是陈百坦专辑 初恋 米南语歌曲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制作人陈百坦 他不但会唱 也会制作 占领很大优势 他能够探得歌迷的口味 本周第一名 红柔红的专辑 红柔红 这要是你 红柔红再度夺回宝座 同时他其他两张专辑 据说也拥有 相当好的成绩 我们恭喜 他们以上几位歌者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 闽南语歌曲 这个排行榜当中呢 好像也是男歌星 占大多数哦 所以我们非常期盼 这个唱闽南语歌曲的 女歌星 也能够多多加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